歡迎大家來到周庸周圍講節目 今天我們的話題其實是一樣 就是有幾多個立法會現任的議員 應該是被DQ的 但是在講這件事之前 就不得不提 就是國安法有兩個人 我們值得今天 首先浪費一點時間講講 第一個是梁愛思 梁愛思說什麼呢 他很相信可能在今個月底 國安法應該是人大通過 然後宣佈《基本法》附件三 成為法律 講完之後 接著真是雞飛狗走 大家想都想不到 陳方安生立刻出來講 說自己八十了 女兒去了世 要看孫 又要顧著女兒 所以什麼都不做 推下這個論證和民間的事 就是事務 大家不得不上就說 其實這個是證明一件事 香港地 遠 就一定是被人欺負 硬 才是硬道理 你想想 北京一聲說要立法 接下來風捲殘雲 馬上全都散了 但好 雖然講了這兩件事之外 我們都講回立法會的情形 9月6日的選舉 大家不要覺得那個不重要 雖然大家都不知道 在今天來講 究竟還有反對派還有多少票 有多少人因為國安法成立之後 又對香港的看法扭轉 以為上一次區議會 我推這班人出來 可以搗亂、搞亂 到現在這班人 又會不會還出來投票呢 如果他們不出來投票的話 那整個情形又怎樣 但我們先不要理會 但我們要講清楚 什麼人是值得 可以做立法會議員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如果你是立法會議員 而過往一年 不是說四年 以往一年 被趕出這個議事廳 三次或者五次以上 我都覺得這些人 是不應該繼續讓他們 做立法會議員 那這些有多少人在 我們數一數給大家聽 總共有七個人被趕出 胡議廳三次以上 但未到五次 被趕出三次、四次 是有多少人呢 一共有七個人 鄺俊宇三次 張超雄三次 邵家樽三次 陳淑莊三次 當然你說陳淑莊圖小家樽 基本上都不能再選 這是另一件事 就是你的罪名在 然後呢 毛孟靜是四次 黃碧雲四次 楊岳橋也是四次 其實大家都想一想 如果你在頒房 老實說 你現在看立法會 現在的開會 反對派的做法 是小學雞都很重要 即是 林廖、林史、林姐 這些事情都做 真是離譜了 但無論如何 你是立法會議員 收十皮一個月 那你是否好好地在開會 被人趕多過三次出去 其實應該是真是 不讓你再選 我們剛才說了七個 跟著那八個 罪名更大 因為是被趕走了 是超過五次及以上的 那五次有誰呢 第一個 第一個 譚文豪 第二個 林卓廷 兩個都是五次 尹兆堅呢 就六次 胡志偉 七次 陳志全 八次 郭家麒呢 又是八次 許志豐 九次 朱海敵 獨佔奧頭 十次 即是大家想一想 十萬元一個月 一年 老實說開了幾多個月會呢 老實說那一年 加起來 由九月、十月才開會 去到大概七月就完 即是你加起來 都不知道有沒有十個月 九個月、十個月開會的時間 你可以被人趕這麼多次出去 那你就真是問一句 值不值得他們繼續在這裡 選多次 你問我 我就覺得很清楚 最少八個人 即是五次或以上的 應該是淘汰他出去 DQ他 那你說 以前沒有趕低 老實說 不是要趕低才可以做的 那 國安法立了之後 大家也要看清楚 就說 在立法會 真的要大家拿緊來做 你要 給這班人知道 你不可以亂來才行 如果你說三次 我都贊成 十五個 沒有得再選 我是完全不會反對的 但是我說最少 最少 你五次或以上這八個人 一定是沒有得再選 然後DQ他們是對的 當然 有人說 這個建制派 譬如 那幾個被人趕出去 其中一次 就因為 抗議的郭榮鏗 押住個位 在這裡搞三搞四 最後被郭榮鏗趕出去 那些不算 但是我們的看法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說 你不能說 總之 你被人趕出去一次 兩次 我就覺得情有可原 就是與此警告 就是不用DQ你 被人趕來會議 五六七八九次 十次這些 就應該 真是 不能再選 無論如何 大家 如果覺得 同意我的說法 記得留言 支持 或DQ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 都要製造一個言論 讓當局知道 市民都覺得 被人趕來會議 五六七八九次 十次這些 就應該 真是不能再選 但無論如何 接下來 九月六號的選舉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 老實說 你一選了他進去 給他選 一進去 其實是坐四年 那四年 每個月給十萬元 即百幾萬一年 計算完 他只收工 他收四百幾五百萬 還有約滿籌金 另外 就津貼他二十幾萬一個人 二十幾萬 就讓他可以養到他的黨 養到很多人 在反對派上繼續搞事 這個也不要說 你不說一下建制派 老實說 建制派都有 建制派有些什麼呢 就是一次兩次 你說一次兩次 是不是應該都是予以警告呢 正確 蔣麗雲 陸仲雄 黃定光 周浩鼎 陳健波 都有被人趕過一次 何君堯被人趕過兩次 那有沒有其他人 還有 梁耀忠趕過一次 郭榮鏗趕過一次 范國威趕過兩次 莫乃光趕過兩次 陶瑾生日都是趕過兩次 那這些兩次或以下的 我覺得 如果你是三次五次 趕出去 被DQ 不讓他再算 那這樣東西 就是一個很好的警告 告訴大家 十萬人一個月 不是讓你拿來玩的 那我們今天 就講到這裡 但是記住一件事 十五個 十五個 這個泛民的議員 反對派的議員 應不應該DQ 我說應該DQ 是不是呢 就看到七月中 八月左右 大家可以知曉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未來對立法會選舉 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好了 先說到這裡 拜拜